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问你一个问题 美乃滋是哪一国人发明的 美乃滋 美国好了 有道理哦 前面有个美 答案是错了 其实我问过很多人 有的人会说是日本 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吃美乃滋 不管什么东西都给他加个美乃滋 热的冷的连炸猪排 有的盖饭上也给你加点美乃滋 这个我很难想象 油油的东西都放在热热的东西上面 不就更油吗 不过他们吃起来确实津津有味 那我来跟各位揭晓这个谜底好了 美乃滋的起源地 其实是西班牙在地中海上面的一个小岛 叫做梅诺卡小岛 很特别吧 它是西班牙的在地料理 可是是被法国人带到全世界 所以美乃滋的这个词 或者是这个发音是从法文的 法文来的叫做 为什么会是法国人把西班牙的小岛上面的食物 带到全世界去呢 因为那个是一个大航海跟殖民时代 这个小岛原本是属于西班牙 后来被英国殖民了42年 又被法国殖民了一小段时间 可是英国人特别奇怪 他不喜欢吃在地的饮食 他殖民了42年 换过好几代人 吃来吃去都是吃他英国的饮食 在地的饮食他们几乎没有人吃过 这么多人回到英国去 也没有人带回去过 反而是法国人占领了一小段时间 他们倒是将当地人学会了这一道 非常好吃的调味料 当地人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当地盛产那个橄榄 所以会有橄榄油 橄榄油啊 再加上当地土产 每个人家里面有养的土鸡蛋 和在一起 加上柠檬或者是白醋 哗哗哗哗哗哗 就变成这种半浓稠的调味料 法国的那个占领军啊 一看我有这个特好吃 不管是抹面包 抹什么东西 拌凉菜吃起来特有风味 非常浓郁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了全世界去 所以美乃滋这个玩意 其实是西班牙 一个小岛上面的土特产 老婆 这道菜非常简单 话不多说 把时间交给你老婆 哈喽大家好 是于如姐 今天的苦瓜我们用一半就够了 这个绿色苦瓜 它比较苦 我们要把中间这个囊 把它挖下来 对 尽量把它挖干净一点 因为我们是要做两半 这是个重点啊 对 这个料理啊 其实以前我会做 偶尔啦 会做 后来小孩子出生以后 就比较少做这个 因为小朋友不吃苦瓜 吃不了苦 对 呵呵呵 我们今天在 不过你看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重点 一定要刮干净 如果你怕苦 就尽量多刮一点 对 多刮几下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用拌个苦瓜呢 看看能不能苦一半就好 呵呵呵 不要太苦 好 这样子 好 这个去拿了以后啊 我们切的时候 就尽量把它切薄一点点 对 你看 这样 苦瓜苦不苦啊 跟挑选有差 你看 切薄 切薄就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对 对 那你说它更薄 其实你也可以用刨刀 对 那太薄我觉得 对 那个 有时候啊 它会不成型 不好处 就带要练刀工啦 盡量把它切 对 薄一些 老婆那我问你啊 苦瓜是绿的苦还是白的苦 绿的啊 对 绿的一定比白的苦 对 越绿越苦 老婆那我再问你 小的苦还大的苦 越小越苦 嘿 越小越苦 没错 再来 尾巴尖的苦 还是圆一点的苦 尖的 嘿 大家要记住哦 越尖越苦 它上面不是有一些突出的小油吗 对 小油越细越小的苦 还是像这种圆圆的苦 比较细小的 比较苦 对 也就是越圆生肿 越苦 你只要抓到这四个药领啊 你选的苦瓜一定相对不苦 但是它就叫苦瓜嘛 你要让它变成完全不苦 嘿 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对 好 那咱们这个切一碗 OK 你看水滚了 对 里面加一勺的盐 好 先把这个盐把它融融 然后现在我们先关火哦 你看 就煮沸腾之后先关火哦 对 这个时候关火了 苦瓜才进来 穿烫 对 那就泡一下下就好 这样它才不会煮过头 其实这个苦瓜很 我们切得很薄 对 不要把它煮到变软趴趴的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对 稍微烫一下 去除一点苦味 对 其实你如果切得更薄啊 你甚至啊 直接泡在冰水里头也可以 对 对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这个过程就是 也把一些苦味 先把它去掉 对 好你看旁边这个是 加了冰块 也断点深哦 你看这样颜色就很好看了 对 苦瓜变脆绿脆绿 而且半透明了 对 好 这个时候让它凉一会冷静一下 呵呵呵 凉了之后啊 就把它给倒了 你看这水有一点浊浊的 其实就有一点苦味含在里头了 这个尽量把它滤干哈 好 不然水水的凉拌不好吃 好 咱们准备装盘去 嗯 哇 好漂亮啊 很脆裂啊 而且透明透明的 很翡翠 对 然后呢 上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直接把它挤上来 对 没来自 对 嗯 就叫蛋黄酱 这个小朋友其实很爱吃耶 对啊 看都在一起 小孩会不会喜欢吃一点 呵呵呵 其实这个蛋黄酱 还可以做点变化 对 我在日本吃过啊 有的它会加上一点酱油 和一和 那就变成了酱油蛋黄酱 或酱油美乃滋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另外一种 嗯 叫做千岛沙拉酱 对 其实千岛酱 你看它粉粉的 对 它其实就是这个 美乃滋 然后加番茄酱 对 加一些进去 这是我们刚去麦当劳留下来的 对 今天儿子中午吃麦当劳 多的 然后这个把它拌一拌 就变橘色的 很漂亮哈 千岛酱 不用特别去买 你这样拌在一起就好了 很好吃哦 那你就想要吃这一种的 你就把它夹出来 拌这一种 对 嗯 好了 那我们这样子就完成了 准备试吃 看起来很漂亮哦 光眼睛看上去这种脆立的感觉啊 就觉得有点清凉解暑了 其实夏天吃吃苦瓜真的能够清凉降火 挺不错的 这个我们用了半颗苦瓜 现在市场上这么大的苦瓜 一颗大概30块 半颗大概15块 美乃滋我们用了半条 我们刚去OK便利店买的27块用了半条 大概也是45块 5分钟 30块钱搞定这么大一盘 漂漂亮拉拉菜 喝了不为了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 你看透明透明的 嗯 好像把那个翡翠吃到嘴里 嗯 嗯 好真的哦 你看不要烫过头 那赶快拿去冰镇 就变透明 而且脆脆的口感很棒 它清爽清爽 加上美乃滋有那么一点浓郁的感觉 都在一起还恰到好处 对 美乃滋酸酸甜甜啊 还盖过去很多苦瓜的苦味 苦瓜只会苦一阵子 不像喝酒会苦一辈子 而且好吃啊 这样小孩搞不好会吃哦 其实我发现自助餐店有时候也会有这种 沾一点千导 其实我们去很多那个 西式餐厅里面不是上来一大堆那个 生菜嘛 里面也会偷混几个苦瓜 费族世家什么里面 我记得以前也有苦瓜 只要沾这个千导酱 因为味道更重 它的苦味就会基本上消失了 因为还有番茄 好吃 所以回到前头说的 别说苦瓜特别苦 那是做法不靠谱 张心漫谈 夏天 分享这一道 非常简单容易清凉降火的 凉拌苦瓜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比如说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